虽然说他们的大长官跟大家说 我们不会清算 但是大家怕死了 谁最怕呢 我在猜想啦 甘尼阿富汗应该算前总统 毕竟他都已经落跑了 落跑总统的弟弟 我们就这样称呼他好了 他的弟弟呢 哈希马特甘尼 他今天呢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 让大家很震惊 因为呢 这算是一个指标哦 甘尼呢 现在建了塔利班的领袖 然后宣誓他要效忠塔利班 很明显的就是跟哥哥翻盘了嘛 他跟哥哥不对盘了嘛 现在他要宣誓效忠塔利班 而跟他见面的这个人呢 美国人找他找很久了 因为呢 他跟盖达有一些关联 盖达是公认的恐怖组织 就是921执行恐怖任务的恐怖组织 他是FBI的头号通气犯哦 他的选911抱歉 911恐怖攻击的 事件的这个盖达组织 FBI的同号通气犯 他的悬赏金是多少呢 是1.3亿元台币 今天呢 落跑总统的弟弟去见了他 跟他说要效忠这个通气犯 握手之外 甚至呢 这个领袖哦 还亲吻他的头 献上祝福 这个画面哦 都拍成影片 然后现在网路是很方便嘛 塔利班也会用网路来宣传 好直接宣传出来 这是不是要释放给阿富汗人一个讯息 就是告诉你说 你看总统的弟弟他现在都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哦 那么阿富汗人你们自己再想想吧 当然哦就是说塔利班政权的2.0版跟20年前的1.0版已经不一样了 1.0版他们当时之所以会失败 我相信他们在那一次的失败过程当中他们学到了教训 他们知道说如果我再次的把政权拿回来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我不能再像当时一样 全世界根本没有几个国家承认打塔利班政权的 所以他们用了很多相关的这个国际的PR的方式 甚至做了很多先前的谋划 他所做的一切 包含现在在呼吁跟各派系来进行协商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局势稳定下来 因为只要这个局势能够稳定下来 其实国际社会都在观望 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 他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塔利班能不能够成为未来 接下来阿富汗实质掌权的政权 而未来阿富汗会不会陷入另外一次的分裂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本的副总统沙雷 他现在这个盘踞在北方 借着他原本北方联盟的势力 仍然在跟塔利班对抗 所以阿富汗如果分裂了 那么当然国际社会就会持续观望 但是如果今天塔利班政权 能够赢得大部分派系的支持跟认同 能够有一个所谓的联合政府的形态 他马上就可能得到来自于国际社会的一些援助 包含经济的或者是这个政治上的资源 那我要讲的是这一次的阿富汗事件 之所以对美国政府 对拜登政权造成这么大的冲击的原因是什么 虽然拜登口口声声说叫撤军 可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叫做逃难 这到底是哪门子的撤军呢 就你有看到撤军是这样撤的吗 撤军有撤到这么难看的地步吗 难道撤军不能够好好规划一下吗 有这么长的时间 你从去年2月就已经跟他签了停战协定了 你在今年7月2号就把你的空军基地都撤走了 有这么长的时间 美国政府不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规划 把该撤的人撤出去 不管是美桥 或者曾经为美国工作的这些翻译人员 跟他们的家人 美国政府有太充裕的时间 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哪怕从7月2号到8月15号的沦陷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美国政府什么都没做 你让全世界看到的画面是可笑的是丢脸的 逃难 仓皇逃难的画面 连你的大使馆都在仓皇逃难了 更不用讲你现在还滞留了这么多 可能还有美桥跟过去为美国人工作的 这些阿富汗的人士 那大家以后谁还相信美国啊 就讲白点就讲最直白的 你要逃哦 你也要逃得好看一点了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逃了 你难道不能够把所有的家当都整一整 把人都带好了再逃吗 现在你留了一大堆人在那里 那你接下来美国要怎么收这个烂摊子 第二我要讲的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看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 美国的军事单位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完全失职啊 你对阿富汗的情势评估 怎么可能会落差如此之大 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发言 所发言在过去发言的内容 都是告诉这个世界各国 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国人说 阿富汗的情势就算要恶化 可能也可以拖一段时间 不会这么快的恶化 甚至有一些还拍胸脯保证说 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军可以守住 绝对不会有问题 大家想想看 如果美国人知道阿富汗政府军守不住 他还要跑 那美国在道义上就会被质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显然 美国告诉我们的是 我不知道阿富汗会这么快沦陷哦 他不是告诉你说 我不知道阿富汗会沦陷 我相信阿富汗会守住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吧 你身为一个盟邦你要走之前 你一定是告诉全世界说 没问题我美国势力撤出了 但是阿富汗会守住大家放心 而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所有的各单位不管是情报部门 不管是国务院或者是军事的这些首长 他告诉我们的是 抱歉我们不知道他这么快沦陷 也就是说你知道他可能会沦陷 那你知道他沦陷你还撤军 你知道他会沦陷你还把你的空军基地都撤走 那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吗 这对美国来说 他不只是威信的问题 他还牵涉到能力跟道义的问题 这是现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质疑的 这也是为什么布林肯或者是 美国国务院的这些国家安全顾问的官员 想尽各种办法先去安抚北约 安抚南韩安抚台湾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到美国的可笑的事情来了 他现在告诉你说原来阿富汗政府军有30万都是空的 他实质的政府军的部队可能不到5万人 其他的包含警察 包含吃控侠 所以阿富汗政府谎报他有30万的部队 然后跟美国来拿经费 那美国政府你辅助了他20年 这亲美政权都是你的人 你难道不会去查一查吗 那这20年来到底是怎么骗你的 骗到最后才发现说阿富汗的政府军没有 没有30万 30万是虚的 那当时经守阿富汗的相关经费补助的美国这些官员 跟阿富汗政府难道没有做勾结吗 没有一些相关的弊案吗 这个都是再一次的打击到 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观感 说我们支持了这么久 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美国的年轻人 然后你现在才告诉我说 经过了20年 我们忽然发现原来没有30万政府军 只有不到5万人 那过去所砸的那几兆的美元 究竟是落到了谁的口袋呢 我现在要做事 我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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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宣传给ו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